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主第八世嘎千仁波切简传 嘎千仁波切乃藏传佛教直贡嘎举派重要的人波切 无量劫前 直贡绝八吉天宋公为转伦圣王 有千位王子 后来契离王位等解脱过 佛号龙戏登如来 嘎千仁波切即为其最小的王子 龙戏登如来授记 千位王子将为贤结千佛 而最小的王子 嘎千仁波切的先世 会是贤结最后一佛 在印度 嘎千仁波切是弘扬 释迦牟尼佛法教 龙树菩萨的弟子 提婆菩萨 在西藏 他是松赞干部的大臣 陆东赞 嘎尔东赞玉松 以及密勒日巴的新子 惹琼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子行三十七颂 嘎千仁波切开始 第一段颂文 获得霞满大洲时 自他未度轮回海 昼夜横时不拦散 闻思修是佛子行 首先要知道 能够获得这个霞满大洲 也就是人身宝 其实并没有这么容易 但是当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人口有这么多 又怎么会是人身难得呢 这个人身难得 实际上应该与六道其他众生的数量 一同来做比较 才能够清楚地显现 如果与六道众生的种类与数量相比 人的数量真的是少之又少 进一步来说 如果只是想要投身为人 也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一个人可能因为看到一尊佛像 因而在内心生起了强烈的信心 只要这个信心没有退转 就有机会依此因缘 而得到人身 但是要获得霞满人身 就十分的困难 在百人之中 大概只有一两个人具备霞满人身的条件 对于这一点 大家要好好地去了解 何谓八种有霞 何谓十种圆满 这些都在前行教法之中 讲述过了 相信忠心的弟子 应该能够了解才是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 霞满人身宝 是极为难得的 不过光知道 仍然是不够的 应当要经常在心中思维 观想 才能够产生真正的利益 大家想想看 在这么多的人口之中 有多少人 有因缘进入佛门呢 少之又少 而在这么多的佛弟子当中 有多少人能够正确地实修呢 寥寥无几 能够真实地去修持佛法的人 才是真实具足 这十八种霞满条件的人 而这样的人 真的是太少了 所以现在能够进入中心 做实修的人 可以说 就是具足了十八种霞满的人 至于那些无法实际修持的人 无论他们是贫贱 富贵 卑微 或具有权势 无论是什么背景 都不算是 具足霞满人生的条件 我们应该想一想 大海中所有细杀的数量 是如此的多 而细杀的数量 就犹如六道众生的数量 而这些 还仅限于有形象众生的数量 没有形象的众生 数量比这些细杀 还要多得多 相较于此 就可以知道 霞满的人生宝 是极为稀有的 当我们如此地去思维 内心就会强烈地感受到 霞满人生的难得 由于感受到霞满难得 才会想到 应当要好好地利用 这个宝贵的人生 不要把它浪费掉 人生宝 就如同一艘船 能够好好利用的人 就能够用这艘船 到大海中取得珍宝 不会利用的人 只能让这艘船 在大海中漫无目的地飘荡 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轮回的大海也是如此 会运用这艘船的人 可以取证佛果 不会运用的人 就只能在轮回之中 不断地飘来荡去 也就是继续不断地 堕入轮回之中 身体对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所以平时需要供给 这个身体食物和衣服 在生病的时候 则要打针吃药 但是我们也不要 对身体过于重视 要了解身体 就如同一个空空洞洞的房子 为了达到今生来世的目标 而将它借来使用而已 它只是一种工具 我们借它来完成世俗的事情 也借来帮助我们 得到下一世的利益 所以不要过度地 重视这个身体 若是太过于重视这个身体 必然会贪恋 五妙欲的享乐 最终的结果 就是堕入三恶道之中 所以最重要的是 要好好运用 这个有用的身体 如何来运用呢 比如 做五体投地的大礼拜 做的时候 虽然手也痛 腰也痛 背也痛 但这样做 却能够对我们的羞耻 产生帮助 继而圆满成就 自利利他的佛果 要不然 照顾这个身体 有什么用处呢 这就好比花了很多钱 买了一部车子 买车的目的是 为了用它去做生意 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如果不是为了使用它 为什么要去买这部车子呢 所以我们既然 已经借来了这个身体 就应当好好的运用它 管束它 将它运用于修持上 就如同运用车子 可以为我们赚到很多钱 运用身体 则可以为我们赚到扇形 菩提心等等 这些我们下辈子 还能够继续使用的资量 因此 当我们获得狭满大舟时 就要好好的利用这一艘船 要怎么样来利用它呢 正如下一句所说 自它为度轮回海 要让自己和其他的众生 一同脱离轮回的大海 由于所有众生 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亲 因此 我们应当恒常思维 要与它们一同解脱 轮回之苦 那么 要怎样 才能让自它 都能解脱轮回之苦呢 就是要修持慈心与悲心 要恒常地利益 一切众生 很多人会想 我日夜都忙于工作 根本没有时间去利益众生 也没有时间去修法呀 其实真正的情况并非如此 日夜都忙于工作的人 他们修法的时间 反而特别的长 这个道理该怎么解释呢 如果我们为某一个老板工作 工作之后可以得到一笔钱财 而后 再将这笔钱财 拿来照顾自己的儿女亲眷 要知道 无论是我们所照顾的子女亲眷 或者是我们为他工作的老板 在过去生 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 当我们发心去利益他们的时候 也就是具备了菩提心 在做事 这样就完成了利他的部分 而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 而获得酬劳 这也就完成了自利的部分 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 如果能够带着一念菩提心 而去利益众生的话 这就是一种实修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 日夜都在工作的人 他们日夜都在实修的道理 下一个句子 闻思修是佛子行 首先 应当从上师之处 听闻教法的开示 平常大家到中心来听开示 是一种听闻 而在家中或开车时 播放观音菩萨的咒语 或圣救度母的咒语 这也是一种听闻 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咒语 或者法音的时候 要思维他的内在意义是什么 他的内在意义 就是慈心和悲心 由于众生缺乏悲心 而观世音菩萨 是赐给一切众生悲心的给予者 这是我们应当要具备的思维 至于观想时 要想什么呢 要观想一切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并且去除一切痛苦的因 与痛苦的果 当我们这样去观想 就能够产生慈悲心 经常地思维众生的痛苦 并且了解能去除痛苦的方法 只有慈心和悲心 令众生生起慈心和悲心 就是真正解除众生痛苦的方法 这也就是实修 实修的时候 不是去想着自己的痛苦 而是要去意念众生的痛苦 当我们去意念众生的痛苦 就可以发觉 自己的痛苦是那么的微乎其微 并且会希望众生的痛苦 能够早日去除 觉得自己的痛苦 真的不算什么 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这就是一种菩提心 升起的征兆 因为思维众生的痛苦 而经常泪如雨下 也是一种菩提心 升起的征兆 经常有很多人问我 要如何观修菩提心 观修到底有没有产生力量 其实这只要自己去衡量一下 就可以了解 比如说 过去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如果自己曾经因为 原想受灾户的痛苦 而泪水直流 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离苦得乐 这些都是菩提心 升起的征兆 因此对于教法的开示 及咒语的声音 要经常地去听闻 听闻之后 要去思维它的意义 而后也要在心中 经常观想它的内容 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离苦得乐等等 这就是文思修 三种修行的方式 观修慈心和悲心的修持 实际上并不容易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有许多破坏它的力量 是什么样的力量 能够破坏慈悲心呢 这就是下一段祭颂 所讲到的 第二段颂文 亲方贪心 如水荡 愿方称心 似火燃 取舍皆忘 赤黑暗 抛弃故乡 佛子行 平常我们对自己的子女 父母 亲属 自然而然的 会产生关爱 这是一种慈爱之心 但是这种慈心 并不会保持太久 因为这种慈爱之心 很快就会转变成一种贪恋 举例来说 当我们的亲友 遭遇到别人的伤害 对于伤害他们的人 我们很快就会变得愤怒异常 此时内心的慈悲 马上就会转为称恨 因此只要有贪恋之心 就会有相对的称恨之心 也因此我们了解到 这种对父母 子女 亲属的贪恋 并非是真正的慈悲心 因为贪恋 随时会转变为称恨 举例来说 如果有一个朋友 过去经常地帮助我 但是有一天 他做了伤害我的事 我就把过去 他对我的帮助 全部都抛在脑后 这就是贪恋心 经常转变成 称恨心的例子 当贪恋心或称恨心 很强烈的时候 人就会陷入黑暗之中 这就像太阳 被乌云遮盖住一样 当我们对亲人的贪爱之心 过于强烈时 自然就会陷入 愚痴当中 因此 对于我们关爱的人 事 物 应当不要有太强烈的贪恋之心 其实这当中的很多人 是我们的冤亲债主 所以他们现在来保管 我们的钱财 住我们的房子 使用我们的东西 这不就等于是 我们的债主吗 对于外在的仇敌 我们也不要太过于仇视 因为其中 也有我们过去的子女 又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因此 无论是对于仇敌或亲戚 都应当平等视之 一切都要出于慈爱之心 来关怀照顾他们 若是不能做到这一点 自己就会陷于 好坏与是非当中 也就陷入了愚痴当中 如果能够具备平等舍 我们的内心就会像太阳一样 能够远离黑暗 因此 不要落入贪爱与称恨当中 这对大家来说 是很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最后一句会说 抛弃故乡 佛子行呢 因为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 就会结下一些仇敌 而这些仇敌 会不断地来伤害我们 以致内心的称恨 一再地生起 同样的 在这里也会有一些 我们喜爱的亲友 内心对他们的贪恋 也会一再地生起 所以一切诸佛 都是舍弃家乡 四处由方 来做实修的 但是如果大家认为 要实修 就只能舍弃家乡 这种念头 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因为如果只想着 离开家乡 却没有断除内心的贪嗔之念 实修是不会成功的 这就好比有人离开了台湾 到美国去 但是在那边 却同样地有了仇敌 因而产生了称恨 有了喜欢的人 而产生了贪恋 这样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因此对于一个实修者而言 重要的不在于 是否离开家乡 而是要断除内心的贪恋 与称恨之心 对于亲眷仇敌 都要具有平等舍 如果对于家人的贪恋之心 太过强烈 死亡的时候 便会因为贪恋的缘故 而无法解脱 也无法往生到 阿弥陀佛的净土 会产生菩提心的退转 因此虽然诸佛 都视线舍弃家乡的修持 但是我再次告诉大家 这其中真正的精神 是舍离贪嗔之心 这一点是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了解的 对于亲朋好友的关怀之心 是每个人都具有的 但是如果不能将这种关怀之心 扩及一切众生的话 就会变成贪恋之心 而这种关怀之心 本身是无法持久的 当遇到逆境或出现障碍时 愤怒就会生起 譬如我们种树 它每天都会长出一点点 要是我们每天 把长出的这一点 都砍掉的话 这棵树还会长大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慈悲心 本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但是却因为贪恋 与称恨的缘故 常常去伤害他 这样的话 慈悲心是无法成长的 譬如说 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小孩 互相争吵 其中一方的家长 就会认为 对方的小孩子是坏蛋 因此想要去责罚他 但是如果想到 这个小孩子过去 也曾是自己的父母 现在他的行为虽然不好 然而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去导正他 希望未来这两个小孩子的行为 都很端正良好 而不会只想要去伤害 对方家庭的小孩 有时候我们看到 男女朋友吵架 也不要只是 袒护自己认识的一方 应当希望双方都能和好 希望每一个众生都安好 因此我们虽然具有慈爱之心 但这个慈爱之心 是否能逐渐扩展 自己反省一下 就能得到答案 我们应当想办法 让本有的慈心和悲心 扩展开来 才不会令自己陷入 愚痴当中 佛子行三十七颂 嘎千人薄切开始 第三段颂文 第三段祭送提到 要远离恶境 所谓恶境 指的就是会让我们的心 生起贪恋或称恨的对境 但是实际上 要远离恶境 是极为困难的 要避开 让自己生起贪恋 和称恨的对境 是很不容易的 因此要了解到 主要的问题 不在于对境 而是在于我们的心 当称恨的对境 在眼前生起 而我们的内心 却能够不生起称恨 这个时候 称恨的对境 存在与否 也就无关紧要了 这是因为我们了解到 称恨心 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 需要调伏的 不是外在的对境 而是内在的称恨心 所以如何做到 当称恨的对境产生 内心却能够不为所动 才是大家应当立下誓言 来努力实修的目标 当我们能够这样 去实修的时候 烦恼会因此逐渐地减少 烦恼刚刚开始减少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察觉的 这就好像 有一本厚厚的书 如果每天看一页 当然是不可能 在一天之中 就把书看完的 但是如果我们 不断地往下看 到最后就会发现 我们把这本书看完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每一天 减少一个愤怒 日积月累之后 终有一天 能够彻底断除愤怒 而这个断除愤怒的功夫 就是在每一天当中 累积而成的 无懒散顾 善自增 是指因为不被烦恼所侵害 所以磁心和悲心等善行 不断地增长 就如同一棵树苗 如果没有受到伤害 每天长一点点 将来就会长成一棵大树 当我们的磁心和悲心 不受烦恼的侵害 并且能使它增长增广 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自新的本来面貌 这也就是第三句 心乘于法 起正见 而此时 我们就具有了理智 当有了理智 对于善恶的取舍 就不会混淆不清 对于佛法的内容 也会真正地生起信心 这些佛法的内容 从人身难得 死亡无常 业力因果 一直到轮回过患 都能够明晰地显现于心中 而且能够真实地相信 这些都是因为 善行增广之后 所得到的成果 此时 对于众生都曾是自己的父母亲 将会深信不疑 对三宝的信心 也会真实而稳固 这些都是经过理智明晰之后 所产生的正见 也就是对佛所开示的教法 产生了无尾的信心 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需要依于静处才有办法 所谓的静处 包含外静处 就是深静处 也就是去相间偏僻之处 来做闭关实修 就好像密勒日巴尊者 到人烟罕至的言动 去做闭关实修一样 依于这样的因缘 可以让内在的念头 逐渐的减少 当内在的念头逐渐减少 这也就是心静处 就一般大众而言 我们缺乏这种寻求 深静处的机会 但是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 同时也要知道 前往深静处 是为了要达到 心静处这个目的 因此重要的是 要想办法 让自己内心的念头 逐渐减少 完全没有烦恼嘈杂 能够自由自在 而又不涣散地 安住在自信当中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就跟在山上闭关 是完全一样的 当自己的念头 纷飞至极 要齐请上师 观自在菩萨 赐予我加持 去除这些涣散的念头 如此齐请之后 能够让心凝聚 这就跟在山上闭关 具有同样的效果 如果住在深山里 但是心 却还是十分地涣散 那么这样的做法 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因此这一条祭送 应该以 心的宁静与否 作为判定的标准 那么应该要如何 才能保持 心的宁静呢 平常大家都在工作 当工作越来越多时 有时不免会生气 当生气时 就应该想到 这就是自己的心思 已经涣散了 应当把愤怒的念头 去除掉 应当要以正念正知 即刻地察觉自己 处于愤怒之中 了解到 我们所愤怒的对象 也曾是自己的父母亲 我怎么可以对自己的 父母亲生气呢 要反省 是不是自己 没有尽到责任 是不是自己的过失 所以不管对方 是否对自己 做出了伤害的行为 此时都应该 立刻想起 我们平常说的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不要紧 不要紧 心里应该 如此地去思维 不要放纵自己的心思 也不要去伤害对方 如果能够经常 生起这样的想法 那就是 慈悲心逐渐增长的征兆 自己的慈悲 就不会失去 如果没有失去慈悲心 心就经常能保持 在理智之中 不会波涛汹涌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 当对方说了什么话 或者做了什么行为 心里就会因此 产生猜疑 想着他 是不是要来害我 他是不是会对我不利 心里面这样胡思乱想 也就破坏了 自己内心的宁静 因此 我们要能够 与上述的做法相应 内心才能保持宁静 前面所说的是 狭满人身难得 接下来要说的是 死亡无常 按照前行法的顺序 应当是如此来教授的 死亡无常 要如何观修呢 请关注第四段寄送 保持中华护申协会 邮政华波 赋名 中华护申协会 华波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护持护申放申超度 阴申卫申胎儿 慈悲至夜 东山吉祥书坊 三月份共修法会 举办21度母礼站与厨帐法会 宫勤诺诺隔西领重 日期3月18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1点半到5点 地点东山吉祥书坊 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二段478号 电话03-9580-286 03-9580-286 书坊位于省道台九县边 附设停车位 公车路线从罗东转运站 发车的宏二县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 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三百三百四十五号 南摩无量寿 持长寿宝平如来 种种无贪 莲花眼如来 南摩无量寿 持长寿宝平如来 种种无贪 莲花眼如来 南摩无量寿宝平如来